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林湘斌 欢迎收看《岳家新语》第二集 我其实真正学华乐 是在中学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想拉糊的 老师一看我的手 不行 手太小了 就吹笛子 我不懂这个是什么道理 好了 你叫我吹笛子 我就吹笛子了 但是怎么吹都吹不响 所以就决定要不然就放弃吧 就逃课和活动就不去了 还好负责老师 真的很负责 就把我做回来 这个态度 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老师说要不然这样子吧 因为团里面没有人吹笛 试试看吧 去吹笛吧 我说好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蛮挑战性的 那么我的笛 一般上都是自己磨碎的 当时候你知道那时候 我们没有网络 没有YouTube这些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就听录音带 有时候会接触到一些 在外面的团体的一些朋友们 通过这样的互相学习 就慢慢地提高了自己 对这个乐器的爱好兴趣 除了演奏声以外 其实我另外两大兴趣 一个就是指挥 另外一个就是我编曲会比较多 因为特别是华乐团的这些中低音乐器 一般上 我所谓的是观众 一般上的观众 不是那种会音乐的观众 他们来看音乐会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是不会去 注意看到或者注意听到 这个乐器 它是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大家一听就看到 二胡多么漂亮 笛子声音多么优雅 可是往往就忽略到中低音 其实在里面 他其实算是一个幕后英雄 这些乐器幕后 因为少了这些东西的话 你的音乐它就少了一定的厚度 一定的层次 那么所以我就把这三首乐曲 第一首就是那个 Jane Spawn 007的主题音乐 还有那个粉红爆 Pink Painter 跟一首是那个 星球大战里面的一个小插曲 就把这三首编为 给这个低音部 中低音部来演奏 那么名字就叫做 Basically Bass 中文叫纯属低音 那么我除了音乐上有少许的一些成就以外 其实我个人也有辅导员的合格证 我是Double Diploma in Counseling 一个是青少年辅导 一个是家庭婚礼辅导 那么通过这个辅导课 其实在我的生活上 或者包括我的教学啊 确实是给了很大的帮助 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平时会忽略掉的 一犯错就想到为什么对方犯错 所以当人家犯错的时候 首先我就会导致我自己先去思考 是我造成了吗 还是说对方自己的一个问题 那么对方为什么会造成这个错误 是不是有他个别的原因 我觉得虽然我不能够直接的去开导他 但是我可以从旁边的这个道路 这个方案去帮助到他 所以我鼓励朋友们 如果可以的话 去上一上短期的这种辅导课 其实对我们 对自己 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